看我的金载桥 小辈的才艺真不错 开进去吧 太好了 我进 到我了 你们都给我变鸟 变好多好多的鸟 变各种各样的鸟 大宝的节目也不错 开进去吧 终于可以进玩具王国了 我进 啊 怎么就剩下我自己了 我想不到还有什么歌呢 小雪 你没有才艺的话 我可要走了 不要 让我想想 我可不能让讨厌的小雪也进入 不然 她肯定要破坏我的计划了 小雪 你的时间到了 我要走了 晚上怎么走了 现在就剩下我自己了 我也好想去玩具王国 这个漫画书真好笑 冲啊 马上就上力了 小费姐姐大宝 马上就上课了 你们别玩了 不然眼睛老师看到肯定会生气的 小雪 关你什么事 就是小雪 你不要多管闲事 小费姐姐大宝 你们怎么这样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进行一个测试 测试 什么测试 就是这节课考试一下之前学的内容 我才不要考试呢 小费 你说什么 小费姐姐大宝 你们别闹了 我才不要考试 就是 我现在就要出去玩 小费 我们去游乐场 可是现在是上课时间 小费大宝 你们这事太过分了 明天给我请家长 糗就糗 我才不怕呢 真是气死我了 小费和大宝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这就去他们家里看 小费妈在吗 严谨老师 我也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 怎么了 小费这孩子 小费 别玩了 快去写作业 写什么作业 我不要写作业 我就要玩游戏 小费 妈妈的话你也不听了是吗 你管我呢 我就要玩游戏 这孩子 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奇怪 明明之前小费还是很听话的 我再去大宝家里看看 大宝妈妈 怎么了老师 大宝今天在学校里顶撞老师 还破坏课堂纪律 严谨老师 你不知道 大宝 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快来吃饭了 什么 怎么又是精彩 我不要吃你做的饭 难吃死了 小费和大宝实在是太奇怪了 哎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行 我要去找他们问个清楚 小费大宝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哼 又不让你管 就是 你还是快走吧 小费大宝 你们这是怎么说话的 别 我怎么在这里 琼琳仙子 你怎么也在 小费大宝 你们是中了艾莎的魔法 艾莎答应让你们进入玩具王国 其实是骗你们的 然后 你们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什么 艾莎真是太过分了 我这就去惩罚艾莎 小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游辞成了这个视频 多艾莎 中之阿